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之前还是打广告啊 4月4号 4月5号 这清明两天 有我的三场游戏活动 那么这次呢 咱去天津 4号咱去天津博物馆 看百年天津的翻产由来 再看看天津博物馆里边 藏的那些个文物 那些青铜器 非常好看啊 那么5号上午 咱们去法租界 这个有张学良护居 张学良这入关之后 那些花边新闻 好家伙太多了 而且张学良眼光特别贼 你看那些都军啊 那些军阀只喜欢长得好看的 唱戏的 拍电影的 有文化没文化都行 但是张学良这些 他只找这些名门之后 特厉害 然后除了张学良故居呢 还有其他民国军阀的故居 这赤丰道就是都军一条街嘛 全是什么卢永祥啊 孙传芳啊 张作相啊 汤玉琳啊 这些人都在啊 所以咱们到时候去看看啊 那么这是五号上午 五号下午呢 咱们去日租界 这有溥仪的故居 靖元 还有其他那么段祺瑞 延西山 他们的故居 然后啊 还有一些这个汉奸啊 王一堂 高临卫他们故居也在这儿 那么咱们到时候就仔细聊聊这些人啊 感谢各位的支持啊 谢谢各位 行了 广告打完了啊 那么也也不算完全打完 咱们今天还是打完这广告 然后再聊一个北洋时期的故事啊 咱们在不久前呢 曾经提到过说北洋 政府时期这直系和晚系交恶 然后1920年通过直板战争搬倒了晚系 后来在1924年的时候 直凤战争 这凤系就搬倒了直系 其实在凤系搬倒直系的时候 晚系在其中啊也有参与 各省的都军来回战队 左右横跳 不亦乐乎 而左右横跳的不仅只有都军 海军方面也分成了各个派系进行战队 1923年就出现了海军户队独立事件 那么海军户队的独立啊 要援起1920年的直板战争 晚系的军阀啊 晚系的政客 大部分呢都是跟着老段就打败了嘛 就退出了政坛 但这些人折服在租界里当御工 随时等着付出的机会 1922年 凤系的张作霖和直系的吴佩孚 曹昆把持国政 因为争夺势力范围就发生了冲突 进而演变成了这个第一次直凤战争 那第一次直凤战争啊 凤系战败 直系实系控制的北京政府 那掌握实权之后 这些直系军阀就提出了武力统一的方针 要消灭孙中山在南方的广州护法军政府 面对着共同的敌人 等于孙中山 段启锐 张作霖 这三个人组成了反直三角同盟 随时等待机会要把他赶下台 那像23年曹昆在买同议员 准备汇选当总统的时候 这三位就曾经拿出钱来会布选 就尽量让议员离开北京 想把这选举给整黄 那在各系军阀名声暗斗的时候 海军方面也卷入了其中 民国海军虽然是实力弱小 但是因为能控制航道和海岸线 对航运业和外贸的发展 其实是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也成了各派争取的对象 海军的日常经费都由民国海军部发放 可在北洋时期 各方都府拥兵自重 不对中央交税 那中央没有钱 自然这海军的军费也就没法保证了 那拖陷工资是常有的事 1921年海军部的所有职员就因为欠想 欠了一年威胁集体辞职 22年更是出现过海军军舰 到扬州截留延税以冲作军饷的暴动 然后到23年又不出意外的 没钱发工资了 那一时间官兵怨声赛道 同样是在23年还有一场正职任命 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隶属于直系的孙传芳担任福建都军 海军官兵大部分都是由福建人组成的 那按照民国这海军制度 就是一个海军忠孝 能推荐两位自己家族的子弟去海军学堂 毕业之后进入海军系统 然后等他们再成海军忠孝 再当上中心军官之后 还能继续推荐自己的门声务力 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海军内部 到处都是福建的亲戚同乡 那么这些福建人也坚持着敏人致敏的原则 因为让福建老乡去管福建的话 起码这都是自家人 这都是自家人 我老家在这 我祖坟还在这 我有点底线不能乱搞 否则的话他真把我坟跑了怎么办 而孙川芳呢 他是山东人 当年他曾经在这个湖北省担任警察厅厅长 那时候湖北都军是王战元 王战元就是出了名的能横征爆脸 然后这孙川芳在王战元的手下 你觉得他能好到哪去 他也是一样的横征爆脸 所以这一号人去福建 那真就是杀鸡取卵式的治理了 那真就是我管你有钱没钱的 我先搜刮一波再说 明年的税今年交 什么十年后的税 然后明年交 恨不得一收税就收到2010年 还收到2024年去 对吧 就这样海军的内部人心浮动 都在问候直系首领曹昆和吴佩孚的十八代祖宗 那察觉到海军内部的异常以后 段祺瑞的婉系首先就开始动作 他先拿出来十万大洋进行运作 准备策划海军内部的暴动 让部分军队脱离中央听婉系指挥 这税客呢 先是找到了林建章 他是原来海军第一舰队的司令 像1919年1920年 这个海神崴的那个护桥活动 远东护桥活动 就是林建章指挥的 那么林建章啊 此前是一直和晚系交好 然后等直系掌权之后 那林建章呢被拿下 后来呢是和直系比较亲近的第二舰队司令 杜西威他升任海军总司令 林建章对此肯定是不甘心的啊 那当他听说这次暴动的计划之后 乐的直拍大腿说 你说你说你说要给我钱 给我多少好处费 给我几万大洋 钱我不要 我不缺钱 这钱我一分 我一分钱不要 只要你暴动之后 能让我当海军司令就行 我特乐意干这事 然后这下这税客也特兴奋 因为原来这十万大洋 他只能打点两艘军舰 让两艘军舰去起义 暴动盘水的 有了林建章 这所谓的高峰亮节 行了 我现在能打点四艘了 那么1923年4月份 海军的海仇 永济号两艘军舰 从青岛出发前往上海 两艘军舰没有得到调动的命令 属于是擅自行动 正在司令杜西威 准备发电质问 两艰究竟异域何为的时候 他们已经和驻扎在上海的 健康号炮舰 列字号鱼雷艇 联名通电 宣布独立 反对直系的武力统一 反对孙传芳担任福建都军 同时发了一篇长文 痛斥杜西归是直系的走狗 身为福建人 你居然是允许孙传芳来户海家乡 独立的四艘军舰呢 就推举林建章为司令 历史上又将其称为 海军护队独立事件 海军在护上海的舰队 一个独立事件嘛 那么按照计划 这四艘军舰呢 驻扎在浙江上海一带 听从浙江都军 卢永祥的节制 海军军饷也由卢永祥都办 卢永祥是北洋的老资格 也是段祺瑞的老部下 松户的军政长官 户军是何丰林 也是卢永祥的部下 等于说这浙江上海呀 都是晚戏的地盘 军舰驻扎在这里呢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护队独立呀 虽然是军阀之争 但是我们从中也能看到海军内部的矛盾 林建章杜西龟分别依附于晚戏和直戏 那么双方都希望扳倒对手 做海军的老大 于是在各自派系的帮助之下 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既然是斗争啊 那肯定得先来一轮唇枪舌战了 以占领这道德的制高点 当时啊 那海军咱之前说了 发不出工资 穷啊 穷的都要当裤子了 你光跟这些人扯什么道德的高度 这肯定不管用 最好是一边说道德 一边给大洋 于是这上海的护队啊 先发出通电 前半段啊 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 说什么 为了家乡着想啊 不能让孙专方来 然后我这 我们特别拥护 联省资质的制度 那福建 咱应该是福建人的福建 还有什么 海军应该保持独立性 不能做任何一个派系的附庸 你这个都西归这样不行啊 等等这些话吧 最后话锋一转 说 还是卢永祥独军 善待弟兄们呢 给我们补齐了军饷 还说啊 以后 有军舰来加入的话 都给撒月工资 当然了 我们不是为了这点钱啊 那还是希望海 救海军于水火 这户队的这盘通电呢 果然是有用 不久 静安号运输舰前来投城 陈字号 余雷挺也加入 另外还有几艘军舰 他也有投奔上海的计划 只是都被察觉 并且被镇压了 甚至于第二舰队的司令副官 也被策反了 好在是杜锡规及时发现啊 制止了第二舰队集体难逃 最后是这位副官 他单独南下 他做了这个林建章的副官了啊 那面对户队的通电 这北洋方面啊 北京政府这边也不含糊 他们先是指责户队 你们口称是救国救军 结果孙传芳一去福建 你就反水 这未免格局也太小了 对吧 另外啊 海军这次分裂 这是一次分裂行为嘛 他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户队 你怎么能打 这么伟大的旗号 然后行如此龌龊之势呢 当然最后 这北方的通电也要落在前上 杜锡规呢 先是跑到了总理办公室 说我呀 带兵无方了 我没法去筹措军饷 所以我只能引咎辞职 时任总理张绍征 听出来话外音了 这是在说我不给工资呢 所以立刻就给出来承诺 未来啊 有抽调严税用于建设海军 杜锡规在得到承诺之后 立刻告诉手下啊 咱马上就就有钱了啊 然后啊 还说啊 为了表示诚意 这个中央要先发一个月工资 虽然是给的不如护兑多 但起码是稳住了海军内部的情绪啊 那既然是斗争扳倒对手 不光有文的还得有武的 1924年江浙战争打响 江苏都军齐谢园 集合三省的兵力 攻打陆永祥 杜锡规也派出海军兵分两路加攻浙江 林建章不甘示弱 率领六艘军舰在五宗口一带 一字排开 大有背水一战的架势 就在双方即将动手的时候 外国攻势电报像雪片一样传来 他们为了保护上海的租界利益 要求双方舰队 你们必须保持中立 同时各国派出军舰武装巡逻 面对外国人的压力 这两个舰队也就只好是按兵不动 等到九月末江浙战争结束 卢永祥战败 护队也宣告解散 林建章下野躲进了租界 北洋政府的海军 这就再一次归于统一 这次斗争好像是杜西归赢了吧 事还没完 24年年底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那曹昆的直系政权被推翻 段祺瑞重新起来做人事执政 国家的一把手 1926年段祺瑞再次下野 那随着段祺瑞这一上一下这职务的变化 林建章和杜西归他也是轮流交替 做这海军统长 而海军舰队的人事变化 其实并不大 亲晚系的陈继良做第一舰队司令 亲直系的陈绍宽 做第二舰队司令 两个人的关系 要比这个林建章杜西归紧密的多 后来陈绍宽 出任海军司令 陈继良就一直是他最为信任的 左往右臂 这个户队的独立事件 看上去好像是主义之争 是派系之争 其实就是缺军想闹得别扭 海军系统里都是福建老乡 老乡和老乡真的没必要一决雌雄 犯不上的啊 互相都是亲戚 就是连几个人都能认识的 都能是一做一说吃饭的人 没必要说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无论是依附于晚系还是直系 最后为的都是自己的那点军想 因为海军他平时驻扎在港口里边 他没法跟农民跟人 在上岸去跟人收税嘛 所以呢 他们面对最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去筹措这个军想 那等到工资真能发购的话 所谓派系之争就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呢 陈绍宽 陈继良 两个层属于不同政治派系的海军军官 还能丝毫不耽误啊 他们后来的这个通力合作 好了 那关于1923年海军互对独立事件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咱们今天就聊好